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是咱们亚洲刊的好朋友 我是主佳佳式客 所以由我来邀请他 首先非常的欢迎和感谢各位 来历领我们今晚的明镜家讲坛 我是主持人葛亮 我们今天的嘉宾等会要隆重地请出 是一位青年作家张佳佳 首先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佳佳 来 佳佳请坐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那个著名相声演员张佳佳 所以我今天注定要给他做捧根了 没有啦 葛亮是我的师兄 我们是一个大学毕业的 对 所以今天 师兄啊 他是我 还真是这么回事 而且比我老了很多 整整高三届 俗话说得好 那个女大三抱金砖嘛 所以我们今天 对 好事将近 所以咱们这个演讲结束 我就可以抱一个金砖走 挺好的 而且我今天一进门 我受到严重的打击 原来我在香港的读者这么少 但是 哇 我五百人的场啊 仔细看了一眼又挺高兴的 在香港的读者也基本上以美女居多 哇 人生最大的成绩 好 先做个简单的开场白吧 因为实际上佳佳也不需要我做过多的介绍 刚才佳佳也讲到了 我们之间有一个 其实是校友的关系 其实几年前呢 谈起佳佳呢 就有朋友来跟我说说 葛亮你知道吗 你有个非常牛的校友 也是南京大学毕业的 叫做张佳佳 那后来呢 就是这个名字呢 就经常会听到 可谓是不觉于耳 首先是一组这个 在微博上发布的 叫做睡前故事的短篇小说 每天呢 在正点的十点钟发布 这些故事的风格呢 这个或辛辣 或这个甜蜜 它这些故事呢 实际上每天会 这个伴随着大家进入梦乡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佳佳她的这个故事一出现 就是一个暖男的形象 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 后来这些故事集结为书 就是我手中的这本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可以讲这本书的到来 为了大家佳佳呢 造成了更大的声誉 特别是在内地 现在呢已经波及到港台了 对 想遇国内外 的著名相声演员张佳佳 好呢 围绕佳佳的身份 我想实际上还有很多的 可以说的事情 特别是一些非常有趣 和微妙的一些身份标签 比方说佳佳 是一头著名的金毛犬的主人 这头金毛犬 江哥名 说话说快一点 张佳佳是一头 因为体型巨大 好好好 我认了 因为体型巨大 梅西呢 是张佳佳的爱犬 并且呢 也是她书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同样呢 张佳佳呢 也是一位导演 因为和王家卫先生的合作 加大的一篇非常重要的小说 叫做《百度人》 也即将登上大一幕 而指导者呢 正是她本人 同时呢 张佳佳也是一位创业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对于美食的独特的体认 以及对于小龙虾的偏爱 张佳佳创立了自己的美食品牌 现在已经享誉国内了吧 这个这个其实在这儿说也没用 那个顺丰快递不到那个香港 所以我这个广告白打了 对白打了 所以我金砖要少一块 没问题 我我我我可以晚上喷一区吃好吃的 说定了 大家都做见证 他们有吃不到你的 他们吃不到我吃到 我待他们一想美食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 张佳佳呢身上兼有这样多元的身份 令我们不禁非常好奇 他会怎样的表述 以及分享有关于他的故事 那今天呢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的作者呢现身说法 我们有请张佳佳 好那 对今天就是来现身给大家的 因为那时候说叫睡前故事 后来发现原来我说睡前故事 其实我就是大家的陪睡员 陪睡了满长时间 后来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些小说 最后让这本书变成这个华语小说的可能 也不大不小的一个奇迹 因为我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这本小说首映的时候只有20万册 然后那个第一天上架的时候 中午12点 那个当当网断的货 晚上7点钟 然后亚马逊断的货 然后出现一本书就 刚刚上市第一天就断货 没了 所以我当时是完全没想到 我当时我以为这本书能够 卖个40万册左右 所以我在出版前我发了一条微博 我说如果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能够卖到50万册的时候 我就裸奔 后来呢 所以后来你食言了 上架第一天我发现这个 不对呀 晚上偷偷摸摸把它删了 不知不觉偷偷摸摸删了 后半夜1点35分 我记得太深刻了 所以你想在我们香港书场上 重新的实践这个诺言吗 啊 什么 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们的尺度很开放的 我觉得我那个小龙虾啊 很好吃的 我不介意你实践这个诺言的时候 同时捧着小龙虾 那我可以再说 我说如果百度人的票房过十个亿 我就裸奔 听到了 在我们的香港书展上 我们有很多的媒体的朋友 以及你的粉丝 我回头找大家偷偷摸摸摸删了 我估计到时候你的生动力没有这么大 因为大家更加想看到你实践诺言 因为百度人对我来讲蛮重要的 而且 而且那个兼职是我的偶像王家卫 然后主演也是我的偶像梁朝卫 然后平时我就跟他们说 哇 那个粤语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 就是那个 讲的时候我就感觉像在看TVP一样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问他们学粤语 然后他们教了两句 一句就是大家听到了我好中一雷啊 第二句就是不该 然后练练练 你知道那个拍戏拍电影都是说 各部门就位 好 Action 那有一天我就 各部门就位 不该 我觉得那个粤语确实还蛮迷人的 他在这个音调种种处理上面 就是听迷人我在努力学习 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讲蛮流利的话 我还蛮高兴的 因为觉得突然自己掌握了这门语言 也蛮有意思 因为看那个TVP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迷人 尤其现在Tony 就是梁朝伟在的时候 听他讲的时候 感觉特别享受 所以现在已经在迎娶我们 香港的女性粉丝的芳心了是吗 对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就是迎娶女性的朋友 开玩笑了 所以关于这个 你的这个新作被改变成电影这件事情 你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 你怎么看待你现在 重新多了一个身份这样一个事实 你觉得对你而言是一种压力呢 还是更加享受 在你的生活之外出现的部分 整个演变过程是这样 一开始那个王家卫导演跟我说 说佳佳你的小说 只有你自己去把它写成剧本 才可以有原汁原味 我就写 写写写写写 写了一阵子之后 然后王家卫导演又说 佳佳你自己写的剧本 只有你自己去导 才有原汁原味 然后整个过程就完蛋糙了 你知道吗 整个过程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王导对于这个电影的要求 非常高 对 包括正常的电影的剧本 一部剧本大概在2万多字 现在百度人的电影剧本一共78万字 整整40多稿 然后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就是每一稿剧本如果有妈妈的话 她根本不会认识另外一稿 每一稿基本上就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所以到开机前 我是7月9号开的机 我是6月9号到了上海开始筹备 然后导演说我们再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把剧本再做一稿 然后基本上7个通宵 抽了7条演 一点都不夸张 7条演 然后做出来一稿 欢呼雀跃 编剧组 然后导演组 当天晚上就感觉喝了100多支啤酒 哇 终于完成了 第二天再做一稿 精力求精是吗 更可怕的是 把里面一个主人公整条线都换掉了 然后我们就睡了一天 怎么预先透露一下是哪一条吗 中间有几个很重要的角色 对 因为 应该不是小玉吧 不是 因为大家在百度人里面 可以看到沉默 可以看到管春 可以看到毛毛 可以看到胡言 可以看到小玉 都在 而且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把过去自己的人生的经历 一半写了本书 从你的全世界录过 这次是把另外一半 变成了一部电影的《百度人》 所以可以讲《百度人》 是你自己的一个半自传性质的一个电影 可以这么讲吗 对呀 特别人家的粉丝 可以在里面看到你的前半生吗 有什么好笑的 又看不到下半生 但是你如果实践诺言的话 就看到了 不是 而且对于我来说呢 大家 那时候一直说 一个作家拍电影 最大的乐趣在 你可以找一个帅哥去演自己 我觉得我 人生的梦想 到这儿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巅峰 你能想象让梁朝伟演自己吗 在颜值上 真正差了一百多倍 所以我有时候就 就看着梁朝伟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 觉得有点羞愧 我觉得当初 妈妈应该把我剩得帅一点 我才有资格去请Tony来演 沉默这个角色 而且拍电影是一个 怎么讲的 我当时 我当时 刚刚在记者采访的时候 群访的时候 我还 我还陈述了自己一个痛苦 就是说现在 现在大家可以看见 可以发现一个人去拍部电影 在做宣传的时候 都会以一个梦想的名义 就是自己是一个逆袭的过程 奋斗的过程 经历了很多苦难 一开始是个搬砖的 后来卖馄饨 然后馄饨卖完了以后 做杂志 杂志做完了以后 创业 创业失败了以后又怎么样 痛苦万分 在寂寞的黑夜里面 对着月亮嚎叫 啊 我一定要成功 然后我就很痛苦 妈的 我没有这些过程 我天生就是成功的呀 我就很痛苦 那将来我怎么宣传呢 因为其实现在 拍这个电影的过程 已经是我人生中 最痛苦的时候了 我昨天收工是早上四点半 一收工 然后就直接去普通机场 然后就飞到这里 然后就采访 然后过来跟大家一块聊天 到现在基本上已经72个小时 没有睡过觉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看到我 其实在颜值上面啊 很多是因为72个小时没睡觉 真的 不过因为我们香港的读者的热情 你看起来还是神采奕奕 对啊 你要知道我正常的时候 比现在 应该是对着月亮嚎叫 没戏上身那样才对的 对啊 所以的话对我来讲那个 无论是这本书还是这部电影 都是我给读者的一份礼物 而且我跟王家卫导演也讲 我说我拍百度人能支持我 现在每天不睡 然后每天跟演员们一起开工 因为大量的都是夜戏 拍夜戏有一个痛苦的地方在于 你通宵把它拍完了 你回酒店不是要睡觉吗 但是其他部门工作的时间是百天啊 他们要来找你核对工作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 所以支持我下去我一直真的是在想 我想对读者负责 我想还给他们一个 给他们一个 他们心目中的百度人 所以无论现在其实网络上面 有很多议论说 因为每个人心中的百度人都不同 那我想拍的东西就是出来一部百度人 大家一看 包括我们台下每一位一看 第一个反应就是 卧槽 这就是百度人 我要的就是这效果 因为这样才对得起读者 所以你想打破一千个人心目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神话 就是出来以后 他就是百度人 他就是管车人 他就是毛毛 他就是小鱼 对啊 大家的野心很大 拭目以待 对 而且基本上把中国最帅的 跟最美的都找齐了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 以颜值而取胜的影片 哈哈哈 颜值和内涵 颜值是因为个人的虚荣 哈哈哈 其实 其实整个在演员的选择过程中 我碰到了很多的麻烦 就是 就是到底是选 往哪边更贴的 到最后选的 全是 全是每一个角色的演员 都是最贴这个角色的 所以选角的过程 你自己本人也参与了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并且坚持的 有些角色都是自己坚持下来 就像我认为 梁朝伟就是我啊 所以必须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啊 那其他就不太好 透露月底 大概在七月底的时候 会有其他的阵容公布开 大家会发现 哇 就会很高兴 我相信我会做到一点 就是让读者在 读者们在这部电影 拍摄过程跟供应过程 嗯 都是快乐的 都是高兴的 对 所以有一点我很好奇 可能台下有些观众啊 心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 嗯 因为江湖上盛传说 王家卫导演实际上是一个 在本身电影审美上 非常标准 非常独立的导演 对 甚至于有这样一种传闻说 王家卫早期拍影片 是不用剧本的 有时候是以意念 以某一个意念而取胜 对 特别是其实 大概你也之前有一些了解 比方说他和这个 他的某些很著名的作品 实际上是取材于香港的 某位资深的作家的 这个小说中间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这一次他跟你的深入合作 却在剧本上如此精心的打磨 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为什么 嗯 之前其实我也有这个舞节 就是王家卫是没有剧本的 嗯 后来慢慢的我发现 王家卫不是没有剧本 他是因为他的剧本太宏大了 嗯 那我在做百度人剧本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他要的剧本 不是每一个情节的可能性 嗯 他要的是每一个人物的可能性 嗯 他要把你剧本里面 每一个人物的一生都写完 嗯 然后把这些人物 在一生中的交集 做成一个故事 嗯 那我做在 这是大概我做剧本 做到20稿的时候的体会 然后我做到30稿的时候 我的体会又变了 我发现王家卫 他要的不是剧本里面 每个人的一生都要做完 嗯 他要的是这个剧本里面 每个人物的一生的 集中可能性都做完 哈哈 所以我们的剧本才会变成了 78万字 嗯 你想你想你想 百度人原著小说三千字 嗯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本书 十一万字 嗯 然后百度人变成电影剧本 78万字 嗯 然后这个怎么拍呢 对吧 因为一部电影的正常的剧本 大概在两万四千字左右 对 就像你们去看小时代 嗯 小时代120分钟 他的剧本大概在三万字不到一点 那我现在78万字 我可能拍出来的这个时长 会比那个 东北爱情故事还要长 哈哈 乡村爱情故事 12345都够拍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 把每个人物这个浩瀚的 他的一生 全部做成 一个最后变成100分钟左右的东西 嗯 所以你会想象到 他这个故事里面 每一帧画面 每一句台词 嗯 每一个情节 都是接近完美的 嗯 我主要一点非常有趣 佳佳你刚才这样子 在讲到这个电影的体量的时候 特别是剧本体量的时候 你举到的比你的例子 是小时代和乡村爱情故事 为什么不是刚才在 我有时候觉得 这种人呢 就喜欢乱挑衅 对吧 没事 没事让我变成中学生的敌人 干什么来 哈哈 你这人虽然是我师兄 人品有问题啊 哈哈哈 现场效果 其实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东西 包括 如果是 读过全世界这本书的话 其实里面 讲过 有一篇 那个文章讲过 有段话是这么说的 嗯 不要去 其实每一样东西 他一旦诞生 就有喜欢他的人群 如果你对这样 这个 这个产品 你对它去喷鸡 去对它不屑或者嘲笑 翻到另外一个世界观 其实是你的武断了 嗯 因为一个东西 如果你不喜欢 不证明它是坏的 只能证明它不是为你准备的 嗯 比方说榴莲 嗯 那榴莲是好东西啊 但我不喜欢吃 就证明它不好吃嘛 不可能 嗯 我是因为有心理阴影 我上小学的时候 因为我 我的老家是江苏南通 一个小镇 我们那儿 从来没见过榴莲 嗯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的同桌 她的 她的妈妈是海南人 然后带个榴莲膏给她 上数学课的时候 她滴给我吃 嗯 那老师在上面讲课 我偷偷摸摸吃了一口 哭了 嗯 站起来把砸 上课的时候站起来 扎到我同桌脸上 我说 一边哭一边说 你他妈的给我吃屎 哈哈 所以所以我 吃不了榴莲 我是因为有心理阴影嘛 那不能证明榴莲不好 榴莲水果治亡 对不对 嗯 小时代中学生治亡 这个 啊 这很正常啊 对 所以其实我刚才 我为什么问这样一个问题 实际上我本人非常的这个 认同佳佳刚的这个观点 实际上我觉得 本身的一种 无论它作为一个文化的产品也好 甚至作为一个文学产品也好 它的出现 它本身所面临的市场 包括它的读者群 本身就已经是它的意义所在了 天然的 对 所以佳佳本身 我们看到它的作品 当它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时候 就是以这种自媒体的这种方式 是 微博的这种方式 可以讲 它的出现本身 已经标识着这种文化产品 或者是文学的进步 对 它其实一个产品 其实跟作者个人的气质 是完全贴合的 你像我的书一出来 好那读者 除了美女 就是弯的 这个 瞬间 开玩笑了 其实我当时写这本小说 你想 我刚刚经历的事情 其实是我人生最低谷 我说我那时候真的是 第一我婚姻刚刚失败 第二你也知道 一个男人婚姻一旦失败 很有可能生无分文 然后再加上那时候 忧郁症也很可怕 然后我当时是 我当时从南京走 一年以后再回南京的时候 我那个旅行报里面 一共有400张飞机票 火车票 和各个地方的各种票据 然后回到南京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从头开始 然后我再去写一个东西的时候 本来我所有的读者 基本上是我的同龄人 因为我第一次签售的时候 在南京第一次签售的时候 来的都是我的同龄人 大概在30岁左右的男生女生 都一起来 因为他们觉得跟我的 就会有打动到他们的东西 然后第二次在签售的时候 然后就会看到更年轻的 和更年长的 到2014年下半年签售的时候 就会看到从小学生 到大叔大爷大妈都出现了 我也不知道 比方说我刚刚碰到 一位13岁的小读者 我说你现在读我的书 很容易三观崩坏 将来 所以我也 其实一个作品诞生以后 它是已经是独立的 对 它是自由生长的 它会散播到 它应该去的地方 像以前是可能是 可能是读者去挑选作品 那现在你会发现 是作品在挑选自己的读者 到最后的话 他就会把 我说我写了一本书 你们喜欢这本书 那我们就是一个世界的 对我而言 读者跟作者是平等的 对 因为其实你看 那下面的人 他们是买我的书的 我要对他们好一点 他们是我的棺材本 这就是我对读者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个世界的 因为你被这本书打动 就说明你在心里深处的东西 跟我在心里深处的东西 是契合的 那曾经有一个采访问过我 说张佳佳 你觉得你跟其他的一些 现在标志性的作家的话 你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我说我最大的优势 最特殊的地方 就在于我是一个普通人 因为我跟所有的人 经历的东西都差不多 我们都是在九年制衣物教育下长大 然后经历了这个语文课本 然后经历了我们80后 应该你是那个 整个文化环境都一直 人品有问题 所以的话 我说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 就在于我是一个普通人 我是一个在写作方面 有一定天赋的普通人 所以我跟读者是应该走得很近的 因为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一个世界的 对 所以其实前一段时间 有位市长跟我聊起张佳佳 南京大学位市长 我觉得张佳佳佳 他的出现实际上 对我们的大学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南京大学本身 它是以一个 大家知道了 以严谨而著称的 这样一个高等学府 但是张佳佳佳的出现呢 让我们看到了 我的话很好笑吗 但是张佳佳出现 让我们看到了 实际上这个大学有如此的 一种 一种带有这种蓬勃的 野性生长的这种方式 而出现的年轻人 为什么我说是有意义的 意义就在于实际上 它丰富了本身这间大学里面 出现的毕业生的一种可能性 大家认同我这话吗 我本质是认同的 因为我去南京大学 我大一的时候 我创了南京大学一个记录 就是所谓的 大一新生全年上课最少记录 然后我大二的时候 又破了一个 创造了一个南大的记录 叫大二学生上课最少记录 那时候曾经有过 有过老师来找我说 你要不要去调到那个中文系 因为我是那个图书管理系的 我现在叫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 图书管理专业 我问过我们的辅导员 我说老师 那个我们学图书管理的 将来毕业了干嘛呀 他说做图书管理员呢 我说老师 你骗我 那个现在我的当时我的室友 在做图书管理员 我当时有老师来找我 我说要不要把你去调整到 那个中文系想办法 因为觉得你比较OK 然后我想了一整夜 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思想斗阵 一整夜都在拿着两张课程表在对比 发现中文系每个礼拜 比我们多四节课 第二天就拒绝了 因为南大对我来讲是什么呢 它是一所大学 它真的是具备包容性的 我大一因为上课特别少 老师又不管我 我去的最勤快的几天是因为期末考试 那我那时候期末考试的时候 我记得是我们的院长监考 然后我就拿本书 直接抄 然后我们院长走过去 怒吼 要抄也放下去抄 然后就OK 这门课就过了 然后另外一门课要写一个 什么检索的一个论文 那这门课我真的一节课都没去上啊 最后的时候是那门课的老师姓华 叫华维娜 我至今对他的名字一直记得很清楚 因为他把我 非得让我到他家去补习 补了整整一个礼拜 那补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他讲了 重新再讲一遍 我也没听懂 但他家的东西真的蛮好吃的 然后最后那篇论文 论文我是 大家那时候都是用电脑打字的嘛 要一万多字电脑打 然后我手写的 凯体 一个字一个字写清楚 交上去 最后打了98分 其实那篇是抄的 他也看出来了 但是他就给我打了98分 这是我整个大学里面 拿到过最高的一次分数 所以这就是南大带给我的 但其实我对南大很愧疚 因为南大的校训那时候口号 《今日我以南大为荣》 《明日南大以我为荣》 我是那时候收到一张纸条 《今日我以南大为荣》 《明日南大以我为耻》 然后那个因为那时候 现在上大学跟那时候不一样 那时候每个月生活费 可能只有三四百块钱 那个家里面给 然后一年全部给完 然后去上学的时候 第一个礼拜全部花完 直接导致我花的比我的同学 更可怕一点在于 我第一个礼拜 啪 生活费花完 学费也花完了 所以我南大那个 大三大四的学费 到现在还没交 我已经毕业12年了 大三大四的学费 到现在还没交 还有16个学分没有修满 我毕业论文到现在还没有交 所以你跟我们南大的关系 非常像张爱玲跟港大的关系 张爱玲也欠着港大的学费 到现在都没有交 这很正常 天才都这样 太糟了 我交齐了 对 然后现在我的毕业证书 还被扣在南京大学的图书馆 什么时候交学费 什么时候拿走 但是现在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 可能因为我是自由工作者 然后校领导也跟我聊天 开玩笑说 反正你也不需要毕业证 我们就把你的毕业证 就放在南京大学图书馆 做一个展览品 叫《岔身也可以有未来》 一个自由生长的可能性的存在 对 狂野的存在 所以南大对我来 我那时候在南大里面 真是大开眼界 因为我的情商 其实开窍不是很早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 那个全市举办那个听说补血大赛 就我跟我们班的班长 校花啊 然后进入那个市区的决赛 然后我们班主任找我们两个去开小灶 说晚上下课 就是下午放学以后 你到我家来我们要培训 然后我跟我们班长就去了 然后呢我们的班主任 看着我们做那些课题 坐着坐着 他就毛衣睡着了 睡着之后一直到十点钟 他都没醒 那我要回家啊 我已经很气了 我们那个班长 偷偷摸摸在下面 桌子下面用脚踩我 踩了一下 我心想 妈的 看你是个女的我忍了 然后再踩我第二下 我就发飙了 超级妈的 所以就完全没有情商 我就开的比较晚 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哇 女生真是一件美好的事物啊 但是呢 那时候呢 就找不到女朋友 那个我们学校里面女生也不理我 那对于 你看那个学校女生 看不上我 那我又看不上我的室友 然后 当时就寂寞孤独地过完了大学 所以跟小花有重修与好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因为她当时我还手了嘛 后来就是 后来就势不两立了 因为 啪 一边打一边 还说以后动手的时候 你要先想一想打不打得过我 这这这小花那时候 怎么这个姿势像跆拳道的标准的手势啊 因为那时候正好我们小区 我们初中的时候正在电影包场那个 鹰爪铁布山嘛 那边那个老怪 我就劈上去了 所以你使出真力来了 我当时 因为她哭了嘛 我估计打得蛮疼的 那后来现在想想去 确实觉得自己可能开窍比较晚了 那到大学然后毕业之后 毕业之后呢 我其实人生也不是非常顺利 因为我第一次忧郁症是在2005年 那时候我住在我在北京 下大学 然后去医院 去医院看完之后呢 然后医生说 给我开了那个方子 然后去那个拿药 拿药的时候我才发现 身上没钱 一分钱都没有 然后我就那个医院在那个西三环 我住在东五环 然后我是下着大雪 我从西三环一路走回东五环 走到第二天早上四点多钟 那时候已经是非常严重 严重 每天吃西太普兰 然后非常严重 就站在阳台上面 每天都在想是不是算了 跳下去算了 后来是我一个哥们儿 从澳大利亚飞到北京 然后 因为我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我消息了 然后一脚把门拆开 然后说 你他妈的给我们好好的活下去 然后我那时候吃药物 药物都没有办法 后来我自己 我觉得自己这样下去不行 我就做了一个小本子 那个小本子上写了 所有正常人想做的事情 但是不敢做的事情 比方说 比方说你在正常的时候 你的情绪正常的时候 我就在写这些事 比方说去楼下的小卖部 告诉大爷 那个大妈每天都跟另外一个大爷 跳广场舞 比方说 立刻到楼下 跟你第一个碰到的女孩说 哦好终于雷啊 比方说 立刻去南非 立刻去巴西 什么都写了 然后一旦你觉得你的 你的病情严重 或者是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 就啪翻开来 翻到哪一间就去做哪一间 这个本子对我最大的作用就是 它让我看到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它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无限的美好的 这个世界值得你热爱的东西太多了 不是说你失去一样 你就全部就失去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 会是你生命的全部的 这个小本子我后来一直留着 但是这个小本子大概事情做完一半 我基本上就学会热爱生活这件事了 当然那个小本子如果全部做完 我很有可能活不到今天 我那时候做的最夸张的事情 我们在几个哥们儿在印度的那个恒河边上 喝酒 大家都知道那个印度会有那个水葬 就是把尸体泡到恒河 然后水漂流而下 我们喝大了 我们想喝大了 然后说柴犬 谁输了就去把那个尸体捞起来 让他入土为安 那就有个哥们儿就输了 啪跳进去 啪爆那个尸体就往回游嘛 然后被警察发现 然后还被那个当地的居民发现 五个人被警察追了整整四条街 就在印度 所以那时候我在想 如果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全部做完 我真的活不到今天 所以那个本子更加像真心话大冒险大拳是吗 但是比那个更夸张 而且我人生中 我那时候说 吃火锅其实是很多人一起吃的 但是呢 吃火锅你永远不知道坐在你旁边的人是谁 因为吃火锅它是跟吃其他东西不一样 我那时候跟自己讲说 其实一个人吃火锅没有那么难过 我那时候爬那个华山的时候 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我爬华山的时候 华山是有那个所到的 到半山腰 然后你再爬上去 我从下面就开始爬 正常的人爬华山 大概爬四到七个小时 我爬了十一个小时 因为我身上背了大概 二十五公斤的全套火锅用品 我从中午偏黄昏一点开始爬 爬到华山顶上的时候 已经快日出了 但是大家去爬华山顶上 都是为了看日出 因为有机会可以去 因为华山的日出 是五月里面日出最漂亮的 就看到很多人 因为后半夜特别冷 那很多人就裹了军大衣 在那边等 我他妈的我刚刚到 然后呢他们也肚子饿 但是顶上那个 因为物资比较匮乏 运上去之后呢 都是挑山工运上去的嘛 运上去之后 东西就卖得很贵 包括一碗方便面 牛肉面 就要三十块钱 大家都在那边吃方便面 那我呢 那个 就开始开火了是吗 坐在一个亭子里面 架酒精炉 我还有一个冰壶 你知道吗 里面有羊肉卷 鱼汤 哇 倒进去 刺啦 点着 然后我就看到 能够想象 对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女孩 瞳瞳瞳瞳瞳 跑过来说 帅哥能不能跟你一起吃 我说 这个情节好像 后来你被写到 刘大黑里面了是吗 类似吧 类似 对这是真实嘛 帅哥我们能不能一起吃 我说 你有男朋友吗 有 滚 对我记得你一段 把自己写得极为自私 对 然后 然后那天 就是 就是在人生中 这个 这个场景 在脑海里 其实自己也很难抹掉 就是 在华山的顶上 然后日出 然后一个人在吃火锅 眼泪掉到锅里面去 所以的话 那个对我来讲 还有 我觉得人生中 去解决你的很多痛苦的问题 往往不是靠你的大道理 或者是一个逻辑 往往是靠这个世界 会给你一个痛感 比方说我经历了那么多旅行 我那年 一共喝了400瓶福特加 然后400张火车票 那个机票 我回到南京之后 我回到南京之后 当天晚上到 8点不到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 又待不下去了 我觉得这个城市 我再待一分钟 就像有一把刀 捅一刀一样 我就打电话给管春 因为读者都应该知道 管春是我哥们儿嘛 打电话管春 我说我受不了 我想走 管春二话不说 开了车我们就出发 然后开到半夜 11点钟左右的时候 开到安徽 那个桃花坛 对面一个山区里面 开了三个多小时 就是前面一个木牌 此路不同 嗯 中间一条河 河对面我们就看到 我们订的那个酒店了 嗯 就是过不去 回头开 还要开三个小时 不想再开了 嗯 两人一狗 梅西也在 嗯 就在路边发呆 嗯 因为梅西是 可能跟着主人 不太那个吧 所以她是一条 非常懂事的金毛 嗯 所以我坐在那边的时候 她就把她的脑袋 放在我的大腿上面 就也睡着 一直到早上 五点多的时候 日出了 嗯 那个是我见过 最美的一次日出 因为她对于我来说 我看到的是一个句号升起来了 嗯 然后我就跟自己说 结束了 这是一个句号 嗯 然后站起来 然后梅西也 从一条死狗的状态 啪 站起来 抖一抖身上的路水 然后我们就开车 往南京走 然后对于我来讲 我的那段随夜就结束了 我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嗯 然后然后回去之后 过了大概一个多月 就开始写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这本书 嗯 刚才佳佳说了很多 实际上都 围绕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嗯 有关于生命 有关于永恒 嗯 但是她刚才也提到了梅西 那我们转换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谈谈梅西吧 因为梅西呢 怎么讲呢 她现在已经 六十五斤了 就是我 现在也不太能接受 自己养的一条金毛 现在长得像松狮 你知道 我说比较轻松的话题 你说的是梅西的沉重 对 她因为梅西 她呢 因为 我是这么觉得的 因为很多朋友去养狗的时候 可能养到 小时候会把它送到狗学校 因为狗学校会教会狗很多指令 和很多那些技能嘛 我本来也想送梅西去的 然后自己进去看了一圈之后 发现他们学会的 主要基本靠打 嗯 饿 打 然后我跟梅西说 算了咱们回家吧 什么技能都没有 就什么技能都没有吧 现在梅西唯一的技能是吃嘛 而且这个技能掌握得非常好 然后 然后我发现过了 但是你 其实你只要和 和梅西 一直生活在一起 一直和她 梅西那时候我 因为我每天 都是下午才起床 嗯 她梅西刚到我家的时候 狗在 那个小狗在早上五六点的时候 她就会来敲你的门 嗯 就想出去溜达嘛 嗯 她就到我房间 啪哒啪哒走一圈 看到我是不愿意起来的 嗯 她就啪哒啪哒出去了 嗯 一个月之后 她改成每天下午三点进来转一圈 就是她的生活作息 她会调整成跟你一样 然后她在一岁的时候 我有一件事情 记得太清晰了 就是梅西 我没有没有教过她 也没有训过她 嗯 但是 比方吃的东西在她面前 嗯 一定要拍拍她的脑门 说吃 她才愿意吃 嗯 所以其他陌生人给她吃的东西 她是不吃的 那她以为这种 我也不知道她哪来这种思维的 可能她觉得这是一种家教吧 那天呢 我换了一种狗粮 那狗粮特别香 然后刚把她倒满呢 就接了个电话 我就出去了 出去以后呢 接完电话回来 看到梅西在偷偷地吃 嘎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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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奔 然后我说 她听到我回来以后 惊恐的头一回来 你可以看到一张狗脸是惊恐的 然后整张狗嘴的狗粮往下掉 哈哈哈哈 然后狗爪子还把掉下来的狗粮排到一边去 哈 所以我觉得有些ane 有些人 也不知道她哪里来的这种智慧 慢慢地它对你而言 就真的会变家人 因为书里面写的那个 是我们家邻居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那很多人都记得应该 就是 就是梅西是从来不愿意在自己家里面去大小便的 但我们家有那个院子嘛 我去外面开会我就把梅西放在院子 说你如果实在受不了你可以在院子里面 就像他越前而过 我回家的时候邻居就跟我讲啊 说你们家狗太有逼了 在你们家自己的院子疯狂的转圈 不知道怎么了 我端个饭碗在那边看热闹啊 突然他跳过来 在我们家院子拉拉泡屎 然后撑的又跳回去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哪边来的这些 这些智商什么 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所以到后来我说 我经常说其实梅西对我来讲 她是我的女儿 到后来 家家在梅西身上投入了非常大的感情 他以梅西作为一个试点 专门写了一本书 那实际上当我看到 你的这个创意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因为我们知道 还有James写过一本书叫梅西所知 实际上是一个小孩子的眼光 来看待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看家家 他用这本书里面的主人公 是一条狗 他用狗的眼光来看待一个人类的世界 你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构思呢 其实因为 因为我是一个崇高的人 那个 我当时写这本书是为什么的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做流浪小动物 那个收留机构的 因为每个城市 它都有官方的流浪动物收留机构 但是它有限额 每个官方的机构 大概是500条左右 超过500条再来的 前面就要有 就人道毁灭 直接送分化炉 所以呢 他是做这个 他那边一共有2000多条流浪狗 然后他所有的这些狗的支出 一年大概在200多万左右 全是他自己扛 然后社会上的一些募捐的资源 什么的到他那边的时候 他还要承受很多侮辱 因为有一次我清楚地记得 我那朋友打麻将被人拍到了 网上铺垫盖底地在骂他 有时候我在想 他其实做了是一件好事 是公益 但是为什么做公益的人 连打麻将的权利都没有了呢 后来 而且 他一年200多万里面 很大一部分是他男朋友提供给他的 那也不怕说了 他男朋友是开夜总会的 所以有时候你会感受到 也很奇怪哦 大家看不起的一个职业 在支撑着大家认为崇高的一个职业 所以这种好坏是非对错 你没有办法去判断 然后我那时候想 如果再这样下去 其实在中国 在这个民族 人跟动物的关系 不是说去靠以暴制暴 或者说动物保护收留机构 可以去解决的 你像什么 小动物保护协会 冲击育林狗肉节 什么小动物爱好者 在高速公路上 拦车救狗 这些我认为都是一些 没有以暴制暴的手段 都是意义不大 你想改变一个事情 只有从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的根本上 文化传承上面去改变 比方说你在欧美日本 都可以看到很多人跟动物的电影 到盲犬小Q啊 包括《中泉八公》啊 包括《威与玛丽》等等 其实它是在骨子里面 在改变这种关系 所以我在想 我那时候 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你可以轻轻松松 卖个几百万册 我在想 那我应该有一点影响力 我去做这样一本书 它很有可能 没有办法大卖 但它至少可以做到 改变买这本书的人的观念 只要改变一点点就好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说 我想改变这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 哪怕美好一点点就可以 这就是我写梅西那本书的原因 我以梅西的口吻说 我希望大家都把梅西当成朋友 这样大家在路边 碰到流浪小动物的时候 会觉得它也是自己的朋友 那你就会去便利店买一瓶水 或者买一根火腿肠给它吃 那它说不定就活下来了 当时写梅西这本书是这个原因 但是呢我跟你讲 我当时已经做好准备 这本书卖不掉了 但美西这本书现在也接近一百万册了 那是跟我的个人实力有关系吗 这本书最大的好处 让我感受到的是什么 是后来很多人发邮件和发私信 发email给我 甚至是尸体的信息给我 我说张天佳其实我本来是很讨厌狗的 很讨厌猫的 很讨厌小动物的 那我现在在路边看到一只狗 一只流浪狗的时候 我居然会忍不住 去给它吃一点东西 我是不是看你的书看得变态了 我说不是的 你跟我一样走在这个大道上面 其实这本书还给我带来一个更大的触动诗 让我拥有了13岁的读者 是让我觉得原来一个作品 当你保持它的纯净度的时候 它可以让更多纯净的心灵 呈现出它的力量来 那一个作家是要有社会责任感的 我承认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 这本书已经是我这个人 所有的社会责任感了 以后我应该不会再有什么 对 这本书是我自己想写的 它是我写给这个世界的 那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是我写给我自己的 但是会有很多人有共鸣 它的区别在这儿 我想梅西的意义就是 实际上它通过一双动物的眼睛 或者说它实际上通过一双 近似于孩子的眼睛 因为我觉得孩子跟动物之间的 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 它没有成见 没有太多的道德标准 没有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让我们看得太过 所谓通透的游戏规则 它是一种最原始的 最本心的东西 去看待它的周遭 所以我想佳佳写这本书 刚才他讲到是一个自己想写的书 我也非常地认同这一点 我想你的读者 应该很感谢你写这本书 是因为只有一本纯净的书 真的只有一个纯净的人 才能写得出来 好 又上升到了一个 就是相对来说 可能更加宏大的主题了 那我们再转到一个 再转到一个更加轻松的主题 其实我补充一点 其实写这本书的时候 是蛮有时候蛮痛苦的 因为你会人格分裂掉 因为这里面第一人称 我是一条狗 但是真实生活中的我 又在里面 所以写的时候 你会要分裂一个狗格出来 然后自己还要保留一个人格 然后狗格跟人格之间对话 然后更可怕的是 那个狗格还要分裂出来 一群狗格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狗 所以当时其实写的时候是 后来是有一点点痛苦的 因为这个世界完全架空 完全虚构 然后又要跟真实的世界 架一个桥梁出来 然后让一群狗走过去 所以当时到后半年的时候 有时候突然在小说里面 就狗开始说人话 人开始说狗话 经常发生 能把它写完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 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不要看这本书 看起来轻轻松松 可能读起来轻松愉快 有感动 有真挚 但是写美希这本书 比写全世界这本书 累 我觉得最起码两三倍 因为有灵魂的投入 对 因为其实我本质上 不是一个纯净的人 所以写这本书 确实是有一些辛苦 也对自己是一次洗礼跟沉淀 对 我对于能把它写完 我觉得自己 还是值得吃一顿火锅 来嘉奖一下 好轻松一点 说到火锅了 谈谈你的酒吧 嘉嘉的酒吧很重要 因为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面 实际上是一个故事发生的场景 有时候这些故事实际上是 非常催人泪下的 有时候也很轻松 但是总是以这个酒吧 作为一个起点 对 我非常好奇的一点 就是酒吧 为什么会在你的 这个小说里扮演 这样一个角色 在现实生活中 又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很多朋友 因为每个人其实心目中 心中都会有一个乌托邦 那我们的乌托邦就是这个酒吧 刚开始开这个酒吧的时候 在那个南京教育厅的大院里边 埋伏得很深 一般正常人应该是很难找到的 所以都是我们朋友在 那个酒吧呢 一开始大概在 大概七八十平米 很小 每个月亏两万块钱 那后来因为朋友越来越多 然后说要不把它扩张一下 然后就把隔壁也租下来了 酒吧变成了160平方米 每个月亏四万块钱 就是一次扩张就代表一次亏损 那现在他一直还在 还是一直亏损着 因为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不想去把它变成一个 非常商业的地方 因为很多读者 很多读者就会去找到那个酒吧 然后我在那个酒吧的 那个桌子上也都写着一张纸条 都是我让服务员写在上面 就是说这里没有美食 也没有什么小吃 只有茶水和好酒 这里是提供读者发呆的地方 和给朋友聊天的地方 不欢迎任何这种发生吵闹 这些东西我都不要 所以这是我就是我心目中的一个乌托邦 现在那个小酒吧 大家有机会去路过的话 因为那里现在已经变成旅游景点了 你知道吗 就上面贴满了各种各地来的读者的 那个车票 飞机票 一明信片 密密麻麻 一面墙 但是我相信 那个地方对于路过南京的读者 他们都觉得必须要去一下看一眼 当你选择就是开在上海陆附近 开在南京大学附近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酒吧的常课 会是你以前的校友跟师生呢 真没有 因为当时那里小朋友被我吓到了 刚才什么呀 你的声音太迷人了 他要有个点回馈 但他还不会说话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其实当时是因为便宜 因为当时就没做好经营的这种打算 所以纯粹是因为便宜 就在上海陆陆陆 基于这样一个考虑 对 因为我的收入其实虽然还行 但是的话 你想每个月几万块钱亏下来的话 我跟你讲养一个酒吧 比养一个老婆更辛苦 因为老婆可能每年只要你买两个宝宝 你开个酒吧 可能每个月一个宝宝的钱就出去了 真的 以后不要开酒吧 这是一忠告 对 你和管春的酒吧哪个更好 而且我是指生意的方面 那个经营的更好 他那个酒吧比我的酒吧生意好很多 因为管春的酒吧 其实是一个老牌的酒吧 就是也是一直 他本来有一个分店 后来那个分店 后来倒闭了 然后那时候聊天的时候 就说那个 那个分店是被我喝倒的吧 确实有这个嫌疑 因为我 我跟管春是怎么认识的呢 他那时候开酒吧 然后我每天去每天去 每天喝 每天喝 喝完之后呢 有一天联合一个月 然后身上没有钱了 你就不去 然后老管打电话给我 说张静爱你怎么不来了 他说我没钱 他说你等我一会儿 开车过来 给我三千块钱 去跑跑去 给我出去 然后就那时候变成 慢慢地变成铁哥们的 好的 刚才呢 在我们的互动里面 在家谈了他的书 谈了他的狗 刚才有谈了他的酒吧 同时也谈了他 或沉重或轻盈的人生 谈了他现在一个 自由生长的状态 我们看到他身上 洋溢着无穷的活力 跟可能性 讲这些话还要脸吗 OK 客套话 好 好 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的演讲 有个固定的环节 我想大家也非常的期待 就不是我跟家家之间的 非常单纯的 同门之一的互动了 而是会开放给我们的观众 大家可能有很多的好奇 很多的想法 要跟家家交流 接下来的这个答论环节呢 我们就设置这样的一个机会 请问有台下的观众 想要问家家一些问题吗 那个那个那个美的 都很美 太得罪人了 你是一个公众人 刚刚只有他举手 OK 请第一个美丽的女士 在我们第四排 你好 你好 微信多少 哥老师你好 你好 家家你好 你好 就是我一开始 是特别被您的那个 睡前故事打动了 然后后来是 特别喜欢您的狗 然后 其实在我读地的文字的时候 我觉得您是一个 特别温柔的一个形象 但是没想到今天见到的时候 是这样一个 比较逗 然后又比较粗犷的 这样一个形象 松了一口气 我本来以为 它要吐出无耻两个字 所以我想说您怎么看待这种反差呢 就是内心的温柔和外表的这样子的斗 那个不是 你是说外在的这种粗犷呢 还是外表的这种 外在的就是您的生活态度呀 您的谈吐呀 您说的话这样 其实我在日常生活里面就这样 因为不论是跟记者采访 或者在公开场合私底下 我都没有变过 包括我的工作伙伴 因为有一次我印象太深刻了 我在北京那个 国家的一个机构的一个颁奖里 然后所有的出版局的领导 文化部的领导在 然后最后因为 那个是14年年度作者颁奖 我是14年的年度作者 然后我又一个单独的环节 我要在上面发言 然后结果那天我是喝了一点 还是什么的 下面全是领导 我就好多脏话 我骂了个鼻什么的 啪啪啪啪啪 然后下来记者 每个记者额头全是汗 哗 然后发短信给我的工作伙伴说 你能控制一下你们家爷吗 那个可能他会被枪毙的 你能控制一下你的发言吗 我们实况录播 到时候我们会做后期处理的 为了你 香港不是自由社会吗 这个不属于 所谓的道德言论方言的自由 这是一点点的处理 其实到我现在 我不会去任何场合 我不会去给自己一个伪装 我觉得人应该活得痛快一点 活得自由一点 活得实在一点 比方说你说看到的很多温暖的东西 那个是我在日常生活中 我留给我重要的人 留给我自己 但是你看到的我在这边 这边可能又觉得你不舒服 或者说那些无耻 我不觉得是 我不觉得 可能我也改不掉了这辈子 我觉得 我的本性就是这样 这是我三十多年 我今年三十五岁 我三十多年的生活 一路把我变成了现在这样 但是我也维持住了我的本性 所以我也不打算改变 至少你能看到的 你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我 百分之一百 但是下半身因为那个 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我 就一直这样 以后会有什么改变 不知道 但是只要我出现在你的面前 就是我平时也是这样 您最近一条微博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关于您说 知道就是知道 行就是行 拥抱就是拥抱 还有很长 就是您在写这条微博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这条真的有特别打动到我 就一般一般就是喝多了嘛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因为我是一个 一个情绪蛮容易走极端的人 所以所以喝酒对我来讲的话 是一个把自我的一个 情感抒发的过程 所以你看那些 那些故事 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喝完 喝大的情况下 把它写完的 我记得 因为现在真的三十多岁 我跟大家讲 男人一过三十 真的星辰代谢就完蛋操了 我那时候 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写稿子 我曾经接到过 一天要写一万两千字的 一个大的一个大专题 那当天我一看 要写一万两千字 我就想妈的 不管了 先出去玩吧 然后就喝酒 一直喝到后半夜 两点多钟 回家倒头就睡 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电脑开着 上面稿子写完了 我说 哇 田螺姑娘 然后问我合租的那个 我的小伙伴问她 她说没有啊 昨天以后你回家 喝大了回家往床上一躺 躺了不到五分钟 爬起来洗脸刷牙 开电脑 啪啦啪啦啪啦打到一夜 打到早上七点多钟 搞这些完了 那时候写稿子的时候 就喝完就以后 现在不行 现在喝大了就是喝大了 就喝大了 唯一记得的还是写几个句子 然后可能 因为大家看到了微博 因为微博只能写140个字 那是它的天生就是这样 所以 你在微博上面看到的东西 一般都是我现在 小说里面的一个片段 或者是剧本里面的一个片段 它不是我要只写140字的东西 而只是我 因为我没有 没有不可能我把剧本破给你看嘛 所以剧本里的一些东西在上面 好的这个 呃后面那位穿白颜色衣服的姑娘 哎 你好 呃你好 你好张老师 呃实际上 不客气不客气 我没有看过你的书 那个 宝安 但是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的身边冲刺了你 关于张佳佳这三个字的 各种旅路 各种 暖心的话 说明你的社交圈还是正常的 因为因为我 我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 就是大家很想看的东西 我就不想看 就觉得 就是大家一拥而上 我觉得就是太热门了 我因为我喜欢比较冷门或者小众一点 我说这么就是天 看看看来看去都是差不多的话 就觉得大家心里怎么那么矫情啊 就这些话就是心里懂就好 干嘛非得说出来 嗯 那我呃 就是我 就从我旁边的圈子 我都大概能了解到 你的一个 从你的 你的文字 从呃 大家不知道到知道的 一个大概的路程 嗯 那我会觉得你是从自媒体 你从微博呃 慢慢有到大家 收到大家的关注你的文字 那我就想问你是因为 在微博上去跟呃 之前一开始 我不知道之前你刚发这些文字 它的一些阅读量是怎么慢慢上来的 那我想说是你的 一直坚持写下去 是因为呃 你的读者 就是微博你的粉丝 跟你的互动呃 会给你一个动力 说慢慢把你心里的东西表达出来 说我就是想写 我管你看不看 然后写到他 哎 我发现好像读人还挺多的 嗯 然后但我也不会管你怎么说 我继续慢慢写 还是说呃 我会收到一些回复 根据回复去 有一些新的想法 还是什么样之类的 大概就这样 写的时候就 动力特别大 每天写的时候 心里面一个声音在呐 太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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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其实开玩笑 那个因为 因为 其实大家对于那个 全世界这本书有一个 一直以来都是可能 思维定时上的一个误解 因为当时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 我在微博的粉丝 只有47万 但是这本书出版之后 只要卖出去一本 然后一个读者就变成了粉丝 然后变成了300万 400万500万 其实这本书 给我带来了大量的这个微博上面的粉丝 而并非是大家一开始觉得好像是微博的粉丝 然后把这本书全部买下来 其实正好是反过来的 我当时 写的时候 写的时候 你刚刚也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 这些矫情的一些东西 为什么放在自己心里面就好 写出来干什么呢 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啊 我觉得想写的东西 我要把它写出来 我不但温柔跟无耻 我还矫情 这个不是说去开玩笑 就是我写东西 一直丙手的原则 就是 我只写我自己想写的 就是没有人可以强迫我多写一个我不想写的东西 我觉得人喜欢写字的人 到了这样的话 我觉得才是写字的人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写字让我开心 我才写得下去 你包括 包括一开始很多人说 张建佳你治愈了很多人 你陪伴了很多人 但这个不是我一开始的目标 那个是我其实在写字是质疑我自己 那在质疑我自己的过程中 质疑了很多人 这本来不是我的一个初始的目的 但它有了这个功能之后 我觉得不管人家怎么去评价 我都觉得很高兴 因为我曾经让千千万万的人在很难受的夜晚 得到了一个窗口店 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 那包括 包括我本来是一个 在作家里面 我是一个最小众的 在全世界这本书之前 上一本书我卖了八千本 我是最小众的 当时大家说 阿堪张建佳写的东西好像很有逼格 那我是从一个最小众的作家 在很短很短的时间之内 突然变成了一个最大众的作家 这也不是我能想到的 只是说 这个社会的大众的审美提高了 所以 那个我自己都有点说不下去 确实是从这个变化的过程 我不要说 不要说那个 你们连我自己也不是一开始都不太适应 包括很多人说 张建佳你现在写的东西 跟以前写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了 你变了 很多人这么说了之后 我自己也产生怀疑了 是不是我变了 然后我就把我三年前写的东西 重新发了一遍微博 下面很多人讲 你变了 我就知道 不是我变了 是因为 我从最小众变成最大众之后 很多人的心态他变了 那一开始 我曾经还受到过 在有一段时间 我受到过很多的负面的东西 我有过很多称号 就是会有人攻击你 尤其是同行 他们会为了把你拖到一个low的级别 他会给你提 比方说你就是写长篇的陆琪 你就是 你就是 更有情怀一些的 某某某 不好提 那我当时就在想 那人不就是具备智慧的猴子吗 更有智慧的猴子不就是人吗 你要知道 量变其实就会引发质变 你不能说你是更高级一些的某某某 你就好像漏下去了 当你是 比方说你是更高级的 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那你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 还有一段时间我被贴了 说我是写心灵鸡汤的 我那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 其实你要知道出版物 这个行业是分成两个类型 一个叫非虚构类 里边是所有的 比方说马云成功路 比方说那个散文 比方说心灵鸡汤 这些是都是那个 那个非虚构类的 另外一个种类叫做虚构类 虚构类里面只有一种类型 叫小说 那我的书其实是在虚构类里面的 你跟心灵鸡汤其实 但是我现在已经 无所谓这些任何的评价 因为直到有一天 同一份报纸 两天报道我的新闻 出现了两次 称呼之后我就无所谓了 因为第一天他说 张佳佳是 南版的安妮宝贝 第二天又看到他同样这份报纸 他说张佳佳是那个 小说界的周星驰 然后我就问自己 你说安妮宝贝跟周星驰有交集吗 所以我在发现 就是整个大众 在对你解读你的东西的时候 他给你贴了标签 只是因为他在阅读的过程 他读到的东西 跟你想表达的东西 往往会有误差 所以我不介意在阅读的过程中 发生误差 因为他真的就是这么认为 我没有必要 比方说他说我是高级版的X 那我没有必要跟他较劲说 我不是 我是Y 那这也是没必要 他真的就这么认为 所以我对于我 对于我个人跟我作品 任何的评价 我都无所谓 我已经在很多次公开场合 我表过态 我说我张佳佳 只对喜欢我的人负责 对于批评我真的没有空去理会 我很忙 我没有空去理会那些批评 他们有空批评我 我没有空去理会批评啊 那可能这是我们现在 这个80后的一种自我的心态 那个格老师就可能还是 那个 那种比较 那个 人品比较好嘛 所以你希望格老师现在 就你刚才的发言 做一些回应是吗 其实我相信其实对于你来说 包括我的师兄格老师来说 他很有可能 现在也应该在人生的状态上 尤其男人过了30多岁之后 真的不会太在乎一些东西 就是说不理解就是不理解 理解就是理解 就像你们喜欢我的书 那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是一个电台 我是有一个波段跟频率的 你们的波段和频率也在那 我们才可以对接到 既然你的波段跟频率不在那 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那其实没有必要去解释嘛 对吧 其实我很认同 家家刚才讲的这一点 像我们抛开对于文学的审美不谈 仅仅就人生阅历来说 真的到了一个阶段的话 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生产出来的 无论是产品也好 还是他作为一个人 本身的一个形象的构造也好 已经是个继承的事情 只不过是把评判的标准留给别人 但是这个评判的标准 是否能够影响到自己 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 我想讲到另外的一点 实际上又和文学相关 就是说 家家刚才就讲到 我写出来的东西 被称为什么南版的什么什么 或者说是什么文学界的周星驰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重要 为什么这么讲 我觉得中国的出版市场 到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而言 我觉得不是完全健康的一个状态 比方说在国外 他们有一个十分清晰的 这个流行文学 跟所谓 或者大众文学 跟所谓严肃文学的分野 就是说这样一个人写得好 获得认同感 他有着一个相对庞大的受众 和他本身的文学的质量 或者说质地之间 没有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反差 或者说是一个 怎么讲呢 或者是一个顺差这样一个关系 但是在中国存在 是否好像就说 你的书卖得好 你有一个庞大的读者群 那就代表着你的作品的质地 可能就要受到质疑 我觉得就这个出版业界来说 这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地方 对 只要一个东西如果是在 就是会有一个 我有时候觉得很多群体 他在去攻击一个事情的时候 是把自己已经预设在攻击者的位置上 只要他去挑战大众审美 或者去挑战另外一个群体的审美 他就会去 自己会更高一个级别 那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自己总结下来 如果你的级别 比另外一个作品的级别高的话 那你真正高的话 你对待这个作品 你一般只有两种态度 第一种是怜悯 就是你觉得你应该可以更好 第二种态度是无视 其实如果当你跳脚 或者气急败坏的时候 其实你某种意义上 已经比那个级别更低一层了 这是我到现在 我终于我发现这件事情 就是你没有必要去辩驳的一个 所以也是一个人生的门槛 或者说一个阶段 对 带入到另外的 你现在在从事的 另外的一个领域里面 就是电影 你会觉得 你在设计这个电影 或者预设它本身的 一个审美标准的时候 你就会考虑到 所谓的商业片 或者艺术片之间的分野吗 会 还是会 因为这个确实不一样了 因为的话 那个 我写小说 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就OK 因为它是一个人 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那电影不一样 我去拍百度人 那我要对马云的投资负责 我要对王家卫的信任负责 我要对梁朝伟的信任负责 我要对整个工作团队 几百号人 日日夜夜的操劳负责 我让它变成一个 不仅是大家喜欢的东西 并且它有存在的价值 大家愿意去为这个东西去花钱 这个我不否认 如果我去拍一个 完全我自己想拍 或者说自己的意念的东西的话 那我就去花自己的钱 现在既然花在人家的钱 那我就要对人家的钱负责嘛 对吧 好的 我们继续开放给观众 这个第一排的 白衣服的 对对对 你不是工作人员吗 你好 我也是来自于南京媒体的一位工作人员 那我的问题呢 可能会有一点刺耳 不对啊 你是来自南京的 你还要对我刺耳 因为刚刚你有说到 就是你的身份 现在不仅仅是作家了 而且也是导演 但是呢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作家 都在跨界做导演 所以呢 在业内很流行一句话 叫做 跨界导演出烂片 所以我想知道 对于这句话 你有怎样的看法 谢谢 其实是因为前面有一些 有一些 怎么讲呢 我只想跟你说 就是说 如果这部 你想象一下 这部电影 我为这个剧本 写了78万字 我三四十天 没有怎么睡觉 我接下来 我还要一直不睡觉 到11月 我还为此 把我所有的资源 跟我所有 可以把这部电影 变好的可能性 全部加入进来了 你包括 包括王导 包括Tony 他们真的 可能是我这人生中 唯一一次机会 跟他们合作 如果我把这件事情 搞砸了 或者把它变成什么 那你看 最后你会发现 我是没有办法 去承受 去说张家佳 你毁了梁朝伟 张家佳 你毁了全世界这本书 张家佳 你毁了自己 滚蛋 那就 这个其实对我来讲 是让我把这件事情 做好的动力 但它不是压力 因为你看 你看那个 现在已经有大量的 读者的 那个 看法跟评论 他们认为 我也认可 就是说这本书 当写完之后 它就是属于读者的 它就属于他们的 小玉就不再是我的 是他们的了 那我也承认 所以 但是我们是一家人 我会想办法 把它变得 让你们每个人 都去爱 都去喜欢 因为它对你们 是有意义的 它对我的意义更重要 我不会允许我的这部电影 会是在任何一个技术层面 会出现瑕疵 我在努力保证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会变成 我觉得可能是 我心目中 比较接近满分的一个东西 而且 我相信我的实力了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三个 我觉得我 我对于这个东西的 信任度 跟信心 远远超出 以前我做 任何一件事情的信任 包括 那个 泡妞什么的 我觉得 都没花过这么大力气 所以你放心了 好的 好的 那位深蓝衣服的先生 你好 你好 谢谢 终于给男观众机会了 你是 值得 不安的 你很关心这个问题 没有 没有 哎呀 第一句话就胡呛了 好不容易有个难读者 需要微信号的话 我们可以等一下 开玩笑 没事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 那个关于电影的问题 就是 拍的还顺利吗 然后现在到什么阶段了 然后 你觉得这个用影像和声音的方式来讲故事 跟你以前的习惯的用文字或者刀臂刀的方式来讲故事 有什么区别 区别非常非常大 因为到现在大概派了三四场戏左右 包括我今天是四点半受的工 然后七点去的普通机场嘛 我在四点半之前我们打光就是整个灯光组打光打两个多小时 然后洒水车 然后各部门就位 然后整个结束一个正面一个镜头之后 然后整个灯光要反过去 整辆卡车要运过去 打光两个钟头 然后洒水车 洒水 整整花了六个多小时 最后剪出来应该只有十秒吧 就是你看到的是应该是完美的镜头 所以的话你要做的很多事情 你区别在哪呢 就是一个小说里边人物可能是这么说话的 但是你在拍摄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有演员嘴巴里面 把他的台词说出来之后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听到的声音跟你视线看到的文字 给你的大脑的反馈 是有误差的 是有区别的 所以拍电影你会发现 你要做的第一个工作 就是把里面人物的台词 你要从小说的这个范畴里面抽离出来 变成剧本里面的人物的台词 这个区别非常非常大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做不好 作家跟编剧同时具备的话 其实他们两个身份是有冲突的 因为他对台词的理解会不同 对啊 这就是 你要知道其实 其实天才最大的优势 就不用遵守规则 谢谢 好 第二排的这位女士 你好 张佳佳 我看到你的书的副标题是睡前故事 其实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副标题 很多人觉得只是心灵鸡汤 其实它的内容和心灵鸡汤的内容也好 架构也好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我想你肯定是出版的时候 也有料到这个故事有抚慰人心的作用 才会起这样的一个副标题 那我想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个集体缅怀青春的时代 最近无论是赵薇的还是匆匆那年 《植子花开》《小时代》等等 《佐尔》也好 对 基本上都走的是 都特别好 都走的都是 就集体缅怀青春的时代 我觉得有可能是80后这一代 其实他们遭遇的社会冲突可能是最多的 而且他们现在也老到 足够缅怀自己青春的这个年龄 所以我觉得 你觉得你的书这么受欢迎 是不是也是加入到了这个洪流当中 然后你的故事 每个80后或者70后的人 但我想主要还是80后为主体 多多少少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想念自己率心而为的过去 所以才这么受欢迎呢 对 对于我来讲 我只是把自己想写的把它写掉了 那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各种缅怀的东西 其实每一代都会有了 不是说80后面临的冲突 或者它的过去最严重 其实每一代人 他都是有自己觉得 好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最值得缅怀 你包括60后 70后 50后 80后 甚至90后现在也开始缅怀了 见鬼了 他们都会觉得 每一代人都会觉得 自己的青春是最值得缅怀的 那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80后甚至85后 甚至90后初的那个阶层 我们经历的整个文化培养过程 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你包括我们对于网络的理解 那其实你包括像90后 对于90后来讲 他们一出生 他们就有网络了 所以网络对于90后来讲 就像水电煤气 对于70后来讲 是一样的 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每个时代 都会有每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那我们80后现在去缅怀这些东西 主要原因是因为人 保暖私营欲嘛 开玩笑了 我觉得是 其实是80后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跟其他的70后 60后 都不一样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80后更加注重 当下和自我的感受 因为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如果在十年前 给你500块钱 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吃一顿好的 一是买一件好看的衣服 那在十年前 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 买一件好看的衣服 因为吃完了就没有了 但是你到了十年后的今天 你看大部分人 会选择500块钱 吃一顿好的 为什么呢 不是说吃完就没了 是我今天吃到了 我就赚到了 我今天过得高兴啊 是不是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已经越来越注重 当下的感受 跟自我的感受 当你自我的感受 在心中发酵的时候 你就开始缅怀了 就是这个原因了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可能还要再开放 一至两个问题 好 后排的那个男观众 手举得特别高 不断地摇摆 谢谢张佳佳老师 非常喜欢您的作品 谢谢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 是关于您这个 全世界这本书的 我刚才这本书里呢 您多数的这个故事里 只要涉及到您自己的 您都是以本名出现 张佳佳本名出现 但是在接近结尾的那篇文章 就是写给33岁生日的那篇文章里边呢 您却引用了这个沉默这样一个人物 然后您在这个文章结尾说 其实沉默就是你 然后再说就是沉默 就是原词的那个沉默 我想问一下您这是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要给读者一个什么样的暗示呢 好 谢谢您 其实在蛮多次包括采访里面 我都提到过 我说文艺青年在20岁左右时候 那时候的绝望 纯粹是一种情绪 因为我讲过蛮多遍 就是纯粹是一种情绪 包括你20多岁上大学的时候 或者大学刚毕业 你觉得这个世界完蛋草了 这个世界不会好了 妈的我也完蛋了 这种绝望呢 完全是一种情绪 而且其实你并没有经历什么 但是你到了30多岁的时候 你的绝望其实是来自于生活本身 比方说婚姻的问题 比方说朋友背叛的问题 比方说事业遇到谷底的问题 更可怕的是 你会遇到父母衰老 生病 甚至非常严重的病情的问题 这种绝望是真的让你感受到 什么叫做绝望了 但是当你真的碰到绝望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要自己爬出去 它就像一个泥潭一样 别人拉你不上来的 你只有自己爬上来的 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光的时候 你心里面你要有光 我觉得你这个时候 就是说你心里面要自己 哪怕创造一个太阳出来 哪怕这个太阳不存在 但它是你从绝望的这个境界里面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这是每一个成年人必须具备的能力 就是你可以允许自己绝望 但是你不能允许自己绝望下去 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要叫沉默这个名字 因为沉默不是指不说话 没有声音的沉默 是指一艘船沉下去的沉默 墨顶之灾的沉默就沉下去了 因为那几年对我来讲 我就是沉默下去的 那它后来 你妈的我又浮上来了咋地 就是这个生活态度 我把它写在书里面之后 大家才会觉得它有治愈性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 这本书里面其实真正的喜剧是没有的 你回过头来看 它的结局基本上 也没有太多是一个大团圆 也没有太多的人得偿所愿 但你为什么会觉得它温暖 为什么会觉得它治愈到你 因为这里面的主人公 无论结局是怎样的 它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是最重要的 我说人什么叫做成功 事业的成功 不是说你找到一份工作 特别工资特别高 或者你的职务特别高 真正事业的成功 是你找到了一份适合你的工作 你快乐并且劳动着 什么叫做爱情的成功 婚姻的成功 不是说你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 或者你嫁了一个很有钱的老公 是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爱人 这样你们才可以百年好和长长久久 这就是爱情跟婚姻的成功 所以这本书真正在传递给大家的温暖 跟治愈性就在于 它告诉你们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并且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因为找到适合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才找到了自己 所以这本书 我想是我自己要表达的东西在这里 我没有在这本书里面很明确地去说 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 也许在座的各位甚至几百万上千万的读者 很有可能以后就会过段时间会抛弃我 觉得我那个外在太粗犷还会抛弃我 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曾经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无论是一年两年三年或者短一点的时间 我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我代表这个时代的主流 我告诉我喜欢我的每个人 你要去找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 去找到自我 可以允许自己绝望 但是不要允许自己绝望下去的生活态度 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我写这本书 哪怕我这辈子只有这本书 可以达到这个社会的效益 但是我觉得它每多卖一本 对这个社会就是有用的 那我就是一个活着有价值的人 这是我的心里话 好 因为时间关系在大家澎湃 那个特别好看 好看的有几个 你想师弟你想让 站起来了 好的 那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 我刚才每一次都举手了 谢谢这家最后看到我了 我想跟你说我十几年前就听到你的名字了 就是 你看着我长大的吗 不是 我跟你是同龄人 在南京大学的时候就有人介绍过你给我 但是他就说 我有个朋友张家家 他是南大才子 你要不要认识 不是 我不是南大才子了 我说南大第一才子 对呢 不好意思 张家家我比较关心的是十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 没有发生任何事 然后前段 我第二次看到你的名字是在机场 看到那个畅销书 那个上面有一个名字 张家家 我一下子想起来 在第一位吧 对对对 那个书的封面特别显眼是黄色 然后 然后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十几年前你的名字 我想想 哇 那个南大才子他现在成为名作家了 就是那个感觉很神奇 嗯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因为你今天站出来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突然好像看到自己青春的坐标一样 我还要安慰你一下 今天你觉得现场人少 但是其实好多天好多天之前这个讲座就已经预定满了 哦 我说的难怪 你看 其实我在香港也等 我们特别后来给你换了个大厂 嗯 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好 第三次在听到你的名字 就是你跟王家卫导演合作 那王导演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偶像 没关系 但是我就非常非常激动 在朋友圈把你的照片 把你那些写过的东西都贴出来 然后就有一个香港的朋友说 他是王家卫导演的编剧的 然后他就说是他把你的作品推荐给导演 哦 你说亏你吗 嗯 他英文名叫Apple 啊 就是要解释吗 对 我觉得各种事情都很神奇 然后今天我只有一个要求 刚才我在外面想买你的书 他说只能用港币现金买 我带来三百港币都已经用完了 希望你送我一本你的书 谢谢 好啊 没问题 我们带港币了吗 那个包包你拿一本 快点吧 好 我们让我编辑去 我让编辑去解决这个问题 OK 我记住你坐在哪里了 这要不把这本转账给他 但上面写了你的名字呀 对 同时又我们俩的名字 对啊 这本不是 这是本新的 但是它是梵地板的 你介意吗 因为梵地板其实是 是聂永珍老师设计的 特别漂亮 但是大家希望我这样过去然后送给他这是不是 你看这是大众的要求 我就说吧 应该是大众的要求 好的 在大家的这个青春的坐标出现之后 我们今天的演讲 非常圆满地接近于尾声了 我也非常的开心 就是像我们两位校友可以在这个南京大学毕业了之后 这么多年 可以再次在香港相聚 也非常的开心的一点 就是我想台下的观众也看到了 在书中的暖男 一再地为我们所咀嚼想象之后 在这个抢核之下看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张家家 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演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再次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送张家家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光临 谢谢大家 以后也要支持我 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每次看到台下很多读者的时候 就觉得每一个都是一只小龙虾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以后有机会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